哦,糟糕,乔治把海绵掉到泥坑里了 乔治,你看,你又把车子给弄脏了 让我来把泥洗掉吧 佩琪别用那个 肮脏的泥水 哦,糟糕,车子被佩琪用泥水洒了个遍 糟糕 没关系,我们用花园的水管把它冲干净 没错,没错,我去拿水管好了 佩琪拿着水管,猪爸爸打开了水龙头 怎么没有水呢 哦,佩琪,停下来 对不起,妈妈 哦,猪爸爸,请你快点把水龙泡关掉 哦,不用太担心 哦,天呐,大家都被淋湿了 至少我们的车干净了 我们也都被洗干净了 你们去弄干衣服,我来擦擦车 那一会儿见咯 一会儿见 猪爸爸把车擦得很干净,能映出他的脸 一张搞笑的脸 哦,更多搞笑的脸 是佩琪和乔治 还有猪妈妈 真是辆闪闪发亮的好车 没错,洗车这种事情我可是专教 大家都喜欢猪妈妈的自制草莓蛋糕 天呐,一只黄蜂,我讨厌黄蜂,走开 这有什么关系猪妈妈,一只小黄蜂而已 走开黄蜂 你待着别动猪妈妈,它就会飞走的 看,飞走了,你只要待着别动就行了 哎,快走开 走开 哇哦,救命啊 哦,走开,不要跟着我 希望那只黄蜂不要盯到爸爸 快走开,你这只小虫子 不会的,爸爸跑得很快,黄蜂追不到它的 哇哦,走开 趁黄蜂还没有回来,我们把蛋糕吃了吧 哦不,我们忘了给鸭子留点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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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蜂没有跟着吧 你说过要跑两圈锻炼一下的猪爸爸 但我看你什么都没做 哦哦,幸好我把我的草莓蛋糕紧紧抓在手里 别吃了,爸爸 剩下的蛋糕是要留给鸭子吃的 哦 你们是非常幸运的鸭子 快点和我爸爸说谢谢吧 不用那么客气 哦,我们该回家了 和鸭子们说再见吧 再见了,鸭子们 下次再见咯 哦,糟了 这一点都不好笑 乔治,不如我们来打雪仗吧 佩奇做了个雪球 佩奇和乔治玩得非常开心 乔治,你快回来,你这只小猪 糟糕 打雪仗游戏可能玩得有点过火了 对不起,乔治 乔治,我们来玩堆雪仁吧 佩奇和乔治开始堆雪仁了 他们先堆了身体 乔治,这个就是雪仁的身体了 现在他们在堆雪仁的头 我们现在要帮他装胳膊 还有眼睛和嘴巴 乔治找了两根树枝来做雪仁的胳膊 佩奇找了几块石头来做雪仁的眼睛和嘴巴 这就是他的脸了 现在雪仁还需要一个鼻子 佩奇找了根胡萝卜 用它来做雪仁的鼻子 谢天谢地,我可不用学 我的身材很匀称 可你看上去并不匀称,爸爸 你的肚子有点大,有点大哦 我很匀称的,我给你看 我该先做什么呢 先碰一下你的脚趾 就像是这样 简单 爸爸,你不要假装你碰不到自己的脚趾哦 呃,我不是在装佩奇 猪爸爸是真的碰不到自己的脚趾 哦,天呐,爸爸 这样可不太好哦 嗯,也许我是该多做一些锻炼了 没错,爸爸 我会去锻炼,明天 猪爸爸,你现在就应该开始锻炼了 哦 别担心,爸爸 我会来帮助你的 哦,那好吧 那好吧 佩奇,你负责监督我减肥 我该先做什么 首先,你需要做一些俯卧车 简单 一 二 很好,爸爸 现在我希望你做 做一百个俯卧车 做一百个 没错 来吧,孩子们 来帮我做午餐吧 我也来帮忙 不行,爸爸 你还有一百个俯卧车要做呢 哦 嗯 嘿嘿嘿 哦 嘿嘿嘿 猪妈妈,佩奇和乔治在厨房里做午餐 猪爸爸还在做她的俯卧车 看来爸爸他很努力 十 十 是的 但是我希望他不要太成强了 那我去看看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我说爸爸 你怎么偷懒呀 你现在应该再做俯卧车才对 哦 嗯 因为电视里的节目很有趣 调皮的爸爸 也许猪爸爸用我的动感单车练习 效果会更好 啊 这个看上去不错 我可以一边骑这个 一边看电视 不是吗 你们这么做是错的 这才是正确的推敲签的方法 大家请往后站 准备好了 开始 看着我哦 我像女儿一样飞起来了 我出不来了 佩奇卡在轮胎里了 这一点都不好笑 看上去确实有点好笑 我们必须把你拉出来 佩奇的朋友们都来帮忙了 例如 好嘞 非常感谢大家 乔治 你想不想玩攀登架 攀登架非常高 乔治不喜欢爬这么高 对不起乔治 我们一起去玩滑梯吧 好哎 玩滑梯 activates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佩奇喜欢玩滑梯 大家都喜欢 妈妈爸爸看好了 哦 准备好了 走 哦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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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来帮你一下 哦天呐 这对乔治来说有点高 别担心乔治 我和你一起滑下去 爸爸 你个头太大滑不下去的 才不会呢 佩奇 不会有问题的 往后站 准备 好了 走 爸爸卡住了 有什么好笑的 这看起来非常的好笑 爸爸 我想也许真的很好笑 我们得帮你推下去 水在哪里呢 妈妈用水管把泳池灌满了水 佩奇和乔治喜欢充气泳池 冰淇淋 冰淇淋 吃卖冰淇淋的兔小姐 冰淇淋 天很热的时候兔小姐会卖冰淇淋 妈妈 爸爸 乔治和我可以吃冰淇淋吗 好吧 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能给我也带一只回来吗 大家都爱冰淇淋 你好猪妈妈 佩奇 乔治 你好兔小姐 你们想要什么冰淇淋 我想要一个冰淇淋球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佩奇 谢谢 麻烦你 我和初爸爸也各要一个冰淇淋球 那小帅哥乔治要什么冰淇淋啊 恐龙 你想要恐龙 别闹了 乔治 不管你问他什么 他的回答永远都是恐龙 是吗 那真是太巧了 我这里正好有买恐龙形状的雪糕 恐龙 乔治 快把雪糕吃完 不然要化了 恐龙 乔治太喜欢他的恐龙雪糕了 他都不舍得吃了 谢谢你 兔小姐 祝你们玩得愉快 乔治 雪糕化掉之前要快点把它吃完 不然 它就会掉到地上 哦 糟糕 乔治的恐龙雪糕最后还是化了 掉在了地上 没关系的 乔治 你可以吃爸爸的冰淇淋 他是不会介意的 天气太好了 猪爸爸竟然睡着了 爸爸看上去好热啊 把水倒在爸爸身上 让他凉快一下 好主意 佩琪 出什么事了 你刚才又热又红的 猪爸爸 我们在你身上倒了水 哦 是这样 谢谢你 佩琪 这是什么 这是一颗牙齿 那它是从哪里来的 佩琪 你该找个镜子照着 这是我的牙齿 可它掉下来了 别担心 佩琪 这只是一颗乳牙 就是要掉下来的 那还会长一颗新牙出来吗 是的 你会长出一颗新牙的 钓牙也意味着牙仙子会过来看你的 牙仙子 是的 牙仙子 如果你把牙齿放在你的枕头下面 牙仙子就会来找你 牙仙子会把牙齿拿走 在原来的位置上 它会留下一枚闪亮的金币 等我长大之后 我也想做牙仙子 那乔治你呢 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想做恐龙 嘿嘿嘿 做一只恐龙嘛 快点 乔治 该睡觉啦 我们可不想错过牙仙子 上床睡觉之前 佩琪和乔治在刷牙 佩琪 你在干什么 我在刷牙 牙仙子拿走的时候 会觉得它很干净 佩琪迫不及待地去睡觉了 佩琪把牙齿放在枕头下面 等着牙仙子 晚安 佩琪 巧知 晚安 妈妈 晚安 爸爸 晚安 我的小家伙们 快乐新量将来 marketed 乔治 我不打算睡觉了 今天晚上我们不能睡着 我们一起来等牙仙子 哈 剑子 咱utz 你的煎餅翻得还是不够高 猪妈妈 下一个煎餅就是你做了 这样你就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了 真是太好吃了 大家都在看了吗 煎餅要做的好吃的秘密就是 一定要把它们翻得高高的 一 二 三 转圈 你失败了 可能有点太高了 太可惜了 那可是最后一个煎餅 应该很容易就把它拿下来 哦 糟糕 猪爸爸够不到它的煎餅 别着急 猪爸爸 我想我有办法把它弄下来 我们上楼去 孩子们 这边来 猪妈妈打算做什么呢 听我口令 我数到三 我们就一起上下跳 一 二 三 跳 他们在楼上干什么呀 哦 成功了 猪爸爸终于拿到了它的煎餅 爸爸的煎餅掉在他头上了 煎餅上要倒糖浆吗 是的 麻烦你了 一 二 三 转圈 太好吃了 哈哈哈哈 小小小 爸爸 我不想在自行车上装辅助轮了 你没有它们能骑好吗 是的 好的 佩琪 那就把它们拆掉 猪爸爸把自行车后面的辅助轮拆掉了 你确定你骑自行车时可以不用辅助轮 是的 可你之前从没试过 我可以的 我可以 我可以 哈哈哈哈 一点都不好笑 没有辅助轮的自行车挺难骑的 需要帮助吗 佩琪 当然需要 爸爸 那好吧 准备好 做好了 骑吧 不要放手啊 爸爸 别担心 我会保护你 你做得非常好 佩琪 搁紧了 爸爸 你继续踩踏板 佩琪能自己骑自行车了 不需要辅助轮了 爸爸 你怎么放手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已经一个人骑了很久了知道吗 真的吗 你真的骑得很好哦 佩琪 是吗 哦 我真的做到了 看我 快看我 我真的会骑两轮自行车了 你 卩琪 肯定 达妮 达妮 苏西 瑞贝卡 globe 可 细备 你们看我再也不需要辅助轮的帮助了 你们看一看 好吧 我们比赛骑到南瓜那里去 来喽 小心 小心 我的南瓜 我马上就要赢了 佩奇没有看前面的路 哦 糟糕啊 佩奇把猪爸爸的南瓜给撞碎了 对不起 爸爸 我把南瓜撞碎了 不要管南瓜了 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了 但是记住了 以后骑车要看路哦 我保证我一定会看路的 好了 既然南瓜都已经碎了 我可以用它来做南瓜派了 我喜欢吃南瓜派 因为猪爸爸种的南瓜非常大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南瓜派了 吃饭 哈哈哈 佩奇和乔治开始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找 乔治 你要小心一点 别把东西碰倒了 哈哈哈 这一点都不好笑 佩奇找了枕头底下 但是爸爸的眼睛也不在那儿 嗯 嗯 乔治找了爸爸的拖鞋 佩奇和乔治就是找不到爸爸的眼镜 哪儿都没有 我们全都找过了 但是哪里都找不到爸爸的眼镜 哦 糟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看来我以后只能适应没眼镜的生活了 如果我走得慢点 我不会撞到东西的 你们快看 眼睛就在这里 我说猪爸爸 原来你一直都坐在眼睛的上面 哦 迷糊的爸爸 怎么会跑到那儿去的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虽然你的确是有一点点迷糊主爸爸 但至少你不会再焦躁了 我可从来没有焦躁过 不用担心乔治 爸爸会把风筝拿下来的 好耶 是的 别担心 小心点 那儿有一个大泥坑 佩奇和乔治就喜欢在泥坑里玩 我们能跳到泥坑里吗 求你们了 不行 我可不想你们浑身都是泥 哦 往后站孩子们 一定要小心点猪爸爸 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ając 你还要再往前一点爸爸 呵呵呵 不行 猪爸爸 你太重了 你根树枝撑不住的 你这是在胡说 我知道我自己究竟有多重 够到了 猪爸爸够到了树枝上的风筝 哦 糟糕 大家身上都是泥 大家都脏了 幸好猪爸爸他没有伤到自己 风筝也被拿了下来 好耶 妈妈 既然我们已经很糟了 现在能跳泥坑了吗 好吧 随你们高兴 再怎么玩也不会更脏了 不过我想你们的爸爸 得去洗一洗才行 佩奇和乔治喜欢在泥坑里 跳来跳去 妈妈和爸爸也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就和放风筝一样有趣 乔治没有办法把球扔给佩奇 来吧 乔治 快把球扔给我 你犯规了 乔治 我也可以这么做 佩奇想学乔治 但是他太大了 被卡住了 我拿到球了 佩奇 现在你来坐中间的小猪 乔治接住了 好诶 接到了 乔治 你来坐中间的小猪 乔治 接住了 接住球 乔治 接住 乔治 乔治 接住 球要过来了 乔治 哦 天哪 佩奇 你不该这样逗乔治王 对不起 乔治 这是什么声音 爸爸 乔治太小了 没法坐中间的小猪 我觉得它足够大了 不是的 爸爸 你看好了 接住 乔治 好诶 这真不公平 很公平 我只不过是帮了乔治一下而已 妈妈 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下 当然可以了 佩奇 让给我 乔治 接住了 乔治 佩奇 佩奇喜欢玩街球 乔治也喜欢玩街球 乔治 哦 糟糕 乔治的打嗝让他们没办法玩了 乔治 我知道怎样才能治好打嗝 你就照我说的去做 你在按摩肚子的同时挠你的头 很好 你的打嗝治好了 佩奇 佩奇 现在呢 把眼睛闭上 再快速地转圈圈 要做三次 佩奇 佩奇的新办法还是不管用 乔治现在还在打嗝 我知道了 想要治好打嗝 那你就必须要受到惊吓才可以 乔治 我要来吓唬你了 但是你要记住 这只是一个游戏 是为了让你不再打嗝 一定要记住哦 我只不过是假装来吓唬你 佩奇 和乔治玩的时候不能这么粗暴啊 他还那么小 对不起妈妈 我只是想让乔治能够不再打嗝 乔治的打嗝治好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喂 你好 是这样的 做这个再做那个 不用了 谢谢你 再见 看来佩奇很喜欢装扮成猪妈妈 但是乔治觉得有点无聊了 对不起猪爸爸 我很快就好了 好了 完成了 走吧猪爸爸 现在该轮到你去干活了 再见了 猪妈妈猪爸爸 再见了 猪爸爸在花园里挖坑呢 你好佩奇 你好乔治 我不是佩奇 我不是佩奇 我是猪妈妈 这一位是猪爸爸 猪爸爸 他是来这里干活的 你可真是太好了 猪爸爸 千万要小心 这个坑很深的 我希望你现在没有穿着你最好的衣服在花园里挖坑猪爸爸 我也想发出这么响的声音来 大家来吃冰淇淋 有冰淇淋去 有冰淇淋去 佩奇 乔治 你们在这儿啊 是的妈妈 我们是在假装我们是妈妈和爸爸 你们真的骗过我们了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 我知道我们在哪里 但是这条路 看起来好像和地图上的路不太一样 哦 我说猪爸爸 我们迷路了 我们并没有迷路 但我们怎么从这里到达缝隙堡呢 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有了 问猪爷爷和猪奶奶 没有必要打给猪爷爷和猪奶奶 就算花上一天我也会带你们去的 我们没有一天的时间 你好 我是猪爷爷 有什么事 你好 猪爷爷 我们在去丰西堡的路上有点迷路了 猪爸爸他是不是在看地图啊 是的 猪爸爸正在看地图 他现在非常的焦躁呢 我没有焦躁 这条是最好的路线 你们只要沿着主干道 一直往前开就能够看到风吸堡了 谢谢你猪爷爷 我们沿着主干道开 继续找风吸堡 和我想的一样 快看 那是坐城堡吗 没错 那就是风吸堡 车车加油 车车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好耶 佩奇和她的家人终于到达了风吸堡 哇 这城堡好高啊 我们进去吧 城堡最高处的风景美极了 你们瞧这景色 妈妈 那是不是奶奶和爷爷的房子 是的 没错 实在是太远了 我们用这望远镜看看吧 爸爸 我能先看看吗 可以 但是你看完就得让乔治看 哇 在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 我能看见爷爷和奶奶 我在哪里啊 爸爸 就快有了 好耶 小菜一碟 现在我们可以加热番茄汤了 啊 来听听大自然的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是蟋蟀发出的声音 这又是什么 是猫头鹰 快看 它在那儿呢 哇 这个声音又是谁发出来的 哦 我不确定 这是爸爸的肚子 我肚子的声音 是大自然最好听的声音之一 真意味着该开饭了 我喜欢门茄汤 我也喜欢 哦 看来猪爸爸还有一个声音 也属于大自然 哦 怎么了 来吧 孩子们 进帐篷去 该睡觉了 我们不可能都进去的 这个帐篷也太小了 不会有问题的 都进去吧 再进去一点 猪妈妈 爸爸 你太胖了 进不来的 那么好吧 我其实宁愿睡在外面 晚安 猪爸爸 晚安 爸爸 晚安 大家都晚安了 猪妈妈 佩奇和乔治睡在帐篷里 爸爸在帐篷外的星空下睡着了 哦 我真喜欢素营 睡在大自然中 星星就在你的眼前 可能这不是个好主意 都怪这天气 天亮了 爸爸 睡在帐篷里面真的好舒服啊 哦 爸爸在哪儿啊 猪爸爸不见了 可怜的猪爸爸 他现在一定又冷又湿的 他去什么地方了 这是什么声音 好像是打汗的声音 爸爸 你在这里啊 怎么了 爸爸 你没事吧 我当然不会有事了 爸爸 我是佩奇皇后 和我说话的时候 记得要鞠躬 哦 我感到非常地抱歉 皇后陛下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你的爸爸 嗯 这还有点意思 是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间房间是干什么的 这间就是恐龙屋了 你说恐龙屋吗 乔治 这就是那间恐龙屋 恐龙 那恐龙在哪里呢 他就在屋子的某处 他就在屋子的某处 我看不见他 我想他一定很小吧 事实上佩奇 他的个子很大 哇 哇 这些都是真恐龙的骨头 知道吗 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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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只真的恐龙 救命啊 救命啊 这间恐龙屋是乔治最喜欢的房间 我最喜欢的是皇帝和皇后的那间房间 看来爸爸已经去他自己最喜欢的房间了 那是什么房间 妈妈 有很多蛋糕的房间 住爸爸最喜欢的房间是博物馆的餐厅 来吧 吃吧 哦 太棒了 这间房间真是不错 不行 太吵了 这个东西实在太吵了 我听不到电视的声音 但是你一定要瘦下来才行 我想到了 你可以来骑我的自行车 是的 这样你还能呼吸新鲜空气 猪爸爸要骑佩奇的小自行车 听好了 爸爸 这个是踏板 这个是刹车 这个是铃铛 好的好的 谢谢你 我知道了 再见 这太简单了 看来享受并不容易 现在我不用踩踏板就可以瘦身了 猪爸爸骑得非常快 也许我该慢一点 这个刹车不太管用啊 猪爸爸已经出去很长时间了 妈妈 爸爸去哪里了 别担心沛奇 猪爸爸肯定是因为骑得太开心了 所以才这么久 爸爸 你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骑到了山坡的底下 然后又把自行车从下面推了上来 哦 可怜的猪爸爸 不过至少这也是锻炼 是的 今天锻炼了 什么意思 明天你还得继续锻炼 什么 爸爸 想要瘦下来 你就要坚持去锻炼 每天都要 哦 不 但是不要担心爸爸 我会每天监督你做的 是的 我知道你会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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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的房间里面有只蜘蛛 别害怕 佩奇 求你了 爸爸 把他拿走 你不用担心 你好 乔治 你见到蜘蛛了吗 那简直太吓人了 赶快把他拿走 你没有必要这么害怕佩奇 蜘蛛都非常非常的小 它们不会伤害你 别担心 爸爸会把他拿出卧室 哦 它长得还挺大的 呃 我下去叫妈妈上来 猪妈妈 你好啊 瘦腿先生 佩奇现在没那么怕了 她喜欢待在我的玩偶房子里 你们好 孩子们 听说你们长得一只小蜘蛛 我过来把他拿走 这样你们就能玩了 妈妈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瘦腿先生 哦 瘦腿先生 个子挺大的是吧 佩奇和乔治喜欢蜘蛛 晚安 乔治把蜘蛛放在床上 不要啊 乔治 他还想喝茶呢 我猜他现在还不想睡觉 你觉得饿不饿呀 瘦腿先生 想要吃一点蛋糕吗 佩奇现在不再害怕蜘蛛了 妈妈 爸爸 请坐下 不如我们大家都来和瘦腿先生 一起喝茶吧 谁要喝茶吗 我要喝 我也想 太美味了 佩奇最喜欢筹办茶会了 这是你的茶瘦腿先生 你说什么 你想和我爸爸打个招呼 你好啊 猪爸爸 天哪 可以了 佩奇 让瘦腿先生喝茶吧 你不会觉得害怕吧 爸爸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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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怕了 不要这么记忆你 这是什么声音呢 救命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这么吵啊 你们看看地上怎么那么乱呢 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的 确实有人被绊倒 受伤了呢 哦 糟糕 可怜的猪爸爸 来吧孩子们 我们来整理一下房间 但是妈妈 我们现在在玩玩偶和恐龙呢 整理干净后可以再玩 可是这些都是乔治弄乱的呀 是这样吗 那这条肯定是乔治的漂亮裙子咯 不是 好吧 可能有一些是我弄乱的 好了 我来帮乔治整理 而妈妈帮佩奇整理 我们来个比赛吧 女双队和男双队 是个好主意 让我们来看看谁先完成 好了 准备 开始 我们要赢了 你们是赢不了的 好了 哦 这是什么 是泰迪 我们到处在找你呢 快点 佩奇 我们把泰迪放进你的框子里 好了 现在该整理书了 这样就好了 瞧瞧瞧我找到了什么 恐龙 没错 是一本恐龙故事书 这本是乔治的立体恐龙书 哦 这个是一头霸王龙知道吗 霸王龙 好棒 呵呵呵 说得对 哦 这头恐龙叫雷龙 这是雷龙 呵呵呵 对 没错 嗯 你得说出我的秘密暗号 然后你就可以进书屋了 嘿嘿嘿嘿 我明白了 但秘密暗号是什么 我要悄悄地说给你听 秘密暗号就是爸爸的大肚子 我知道了 嘿嘿嘿 哈哈哈哈 请说秘密暗号 爸爸的大肚子 没错 爸爸的大肚子 嘿嘿嘿 我觉得这个秘密暗号不太合适 哈哈哈哈 妈妈 在你进屋子之前 你必须得把靴子脱掉 当然了 爸爸也能进来玩 请说秘密暗号 爸爸 我可以说一个不一样的秘密暗号吗 不行 嘿嘿嘿 哦 那好吧 爸爸的大肚子 哈哈哈哈 说对了 爸爸 你现在可以进来了 请把靴子脱掉 我 我觉得我可能进不了这扇门 那是因为你的肚子太大了 哈哈哈哈 我想到了 你可以从屋顶上面爬进去 佩奇 乔治 猪妈妈和猪爸爸都在树屋里了 哈哈哈哈 奶奶 我喜欢我的树屋 我再也不想从里面出来了 很不错 佩奇 但是你确定不想到我家来看看我吗 不了 谢谢奶奶 要是这样的话 猪爷爷和奶奶只好把自己亲手做的饼干全部都吃掉了 有饼干吗 奶奶 这是我亲手做的饼干 但是想进来吃的话 你们要先说那个秘密暗号 这很简单 爸爸的大肚子 说对了 哈哈哈哈 乔治要第一个把风筝放飞起来 乔治已经尽全力在跑了 但是风筝就是飞不起来 啊 啊 哟 看来你跑得还不够快 现在该轮到我了 佩奇也尽全力在跑 嘿嘿嘿嘿嘿嘿嘿 但是风筝还是飞不起来 如果没有风的话 不管你们跑多快 风筝都是飞不起来的 我们再等等吧 一会儿就会起风的 快看 现在开始起风了 现在起风了 风筝可以飞了 风已经刮得很大了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 乔治 爸 佩琴 谢谢你爸爸 猪爸爸开始放风筝了 好啊 再高一点儿 猪爸爸放风筝的技术非常好 哇 没错 放风筝我可以算专家了 小心 那边有些树 小心别把风筝卡在上面了 别担心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哦糟糕 哦糟糕 猪爸爸的风筝卡在树枝上了 哦糟糕 妈妈 我们可以帮你吗 不行佩琪 你不可以乱碰电脑知道吗 乔治 你也是 不可以乱碰电脑 没错 乔治 你不可以这样乱碰 佩琪别按了 对不起妈妈 我只是想告诉乔治 什么事不能做的 哦 哦糟糕 电脑好像出现了故障 猪爸爸 猪爸爸 发生什么事了猪妈妈 猪爸爸 你能修理电脑吗 呃 我去做午餐 你来修理电脑吧 呃 好的猪妈妈 但是我不是很擅长修电脑 哦 谢谢你了猪爸爸 猪爸爸准备去修电脑了 嗯 哦 嗯 啊 也许我应该先把电脑关了 然后再重新开机 猪爸爸把电脑修好了 啊 好哎爸爸 太好了 看来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爸爸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玩快乐小机的游戏呢 也许你们该问问妈妈 妈妈刚才说我们待会可以玩 那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知道游戏光盘在哪里 实在太好了 乔治 你和玻璃说说话 乔治有点不好意思 你好哦 你好 佩奇和乔治真的非常喜欢和鹦鹉玻璃一起玩 我是佩奇 我是佩奇 乔治 你和他说话呀 佩奇和乔治在假装自己是鹦鹉 我是鹦鹉玻璃 佩奇在想 有什么可以和鹦鹉玻璃说的 我是一只吵人的鹦鹉 我是一只吵人的鹦鹉 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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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 你们在和玻璃玩吗 是的奶奶 玻璃是一只可爱的小鹦鹉 是的奶奶 一只聪明的鹦鹉 一只小人的鹦鹉 是一只小人的鹦鹉 我的天哪 那么谁可以来当病人呢 乔治 佩奇和苏西喜欢扮演医生和护士 乔治也喜欢 佩奇听了听乔治的心脏 好了 乔治 深吸一口气 然后咳嗽 我觉得你的心跳有一点慢 我帮你贴块窗可贴 把嘴章搭一点 苏西给乔治量了体温 天哪 你的体温很高很高 我想你得在床上躺上三年了 猪爸爸过来找乔治了 糟糕 乔治他是怎么了 别担心爸爸 玩游戏而已 乔治是我们的病人 哦 我明白了 那我可以来探望病人吗 只能看一会儿哦 因为他可能会很累 吃饼干 是的 这是给乔治的 这是能治好他病的药 不好意思医生 你能帮我吗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好痒啊 我听到你的肚子在响呢 我想你是饿了 爸爸 我需要吃很多的饼干 那样我会好一点 还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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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颗 你们看苹果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种子 可以长出更多的苹果树 说得没错 爷爷爷爷 我想种下一粒种子 你想不想种一粒草莓种子 是的 我想 到时候这粒种子会长出一株可爱的草莓苗 第一步 要先挖一个小洞 我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用筒埋上 需要我来帮你浇水吗 不要不要 我自己来浇 好 现在我们来等着它长大 佩奇和爷爷在等着种子发芽 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 你必须要耐心地等待佩奇 它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发芽 佩奇 乔治 时间到了回家吧 但是我们在等着我的草莓发芽 我还想用草莓来泡茶呢 你不要担心 佩奇 下次你来的时候 这些种子就会长成一株草莓苗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草莓吃了 是的 来吧 佩奇 爷爷再见了 再见了 我的草莓 猪爷爷帮佩奇照顾他的草莓 过了一段时间 猪爷爷发现长出了一株小小的植物 这株草莓苗一天天地长大 然后有一天 猪爷爷发现了很特别的东西 是草莓 爷爷 我们来了 佩奇和乔治又来玩了 爷爷爷爷爷 我的草莓苗长大了吗 是的 你看 哦 是草莓 爸爸这就去救泰迪 那你要快一点才行 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还是非常了解暴风雨的 要很久之后才会下 如我所料 这么点时间就足够了 可怜的泰迪 他全身都湿透了 是的 可怜的泰迪 我们把它弄干 可怜的泰迪 可以了 泰迪 全都干了 那可怜的爸爸要怎么办 我全身也湿透了 哦 真对不起猪爸爸 我们来帮你擦干 你也全干了猪爸爸 又干爽又整洁 雨水都进到屋子里来了 这下地板全湿了 真糟糕 我们该怎么办 猪爸爸 不用担心 猪爸爸拿了个水桶 去接滴下的雨水 干得好 猪爸爸 小菜一碟 哦 怎么 哦 快点 再去找点别的东西来接水 做得好 佩奇 小菜一碟 妈妈 雷声真的好响好响 没事的 孩子们 你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来看看闪电和雷声间的间隔时间 间隔时间越久 说明暴风雨就离我们越远 一 二 三 你已经到三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往后站 孩子们 好好欣赏工匠的本事 猪爸爸要把钉子钉进墙里面去 别把墙弄坏了 爸爸 不用担心佩奇 小菜一碟 哦 墙不应该这样的 墙被爸爸弄出了好几条裂缝 哦 爸爸 你把墙给弄坏了 只是几条小裂缝而已 照片会遮住他们的 像这样 我还是可以看见裂缝 爸爸 是啊 那我把钉子拿出来 把裂缝填上 别把家里弄乱了 呵呵 不用担心佩奇 呃 要拔出来了 哦 哦 爸爸 现在你是真的把墙弄坏了 嗯 你觉得妈妈会注意到吗 呃 是的 我觉得她会注意到的 呵呵呵 呵呵 快来 乔治 呵呵 呵呵 你们俩在做什么呢 呵呵 我们可以看到你 爸爸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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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爸爸必须得在妈妈回来前 把墙修好 麻烦给我快砖 呵呵呵 首先 爸爸要用砖堵上大洞 呵呵 呵呵 好喽 呵呵呵 接着 猪爸爸把水迷糊在砖上 呵呵呵 小菜一碟 最后把墙粉刷好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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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新的一样 墙修好了 好喽 呵呵呵 呵呵呵 但是看看家里都乱成什么样了 我的天哪 我们得在钟妈妈回来前打扫干 好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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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喽